这是我见过最豪横的一家四口 爸爸力大无穷 能徒手接触时速140麦的棒球 妈妈有闪电般的速度 速度快到他连摄像头都捕捉不到他的身影 儿子有最强大脑 任何攻势在他面前立刻就会得出答案 女儿就更厉害了 他会读心术 任何人心里想的 他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就在几天前 他们还是平凡的一家四口 没成想 在旅游途中遭遇风暴 飞机坠毁到一处湖泊中 一家人大难不死 海盗意外获得了超能力 爸爸大胖是一名文职警员 这天警员抓获了一名歹徒 突然掏枪射击 大胖见状立刻冲上去 替美女挡了子弹 结果两个人都毫发无伤 这时大胖走出门 看到了手里的子弹 原来自己竟然徒手接住了子弹 发现自己有一乎寻常的能力之后 大胖立马找来了自己的闺蜜小黑 向小黑展示了自己的超能力 但小黑说 哎呦不算 你跟哪学的魔术 大胖没跟他解释 而是递给小黑一把枪 他让小黑对着自己射击 但小黑说 你这么疯了 你不要我 你死了 我失去最好的闺蜜 自己还得进点狱 我还没结婚呢 谁知道这个时候枪突然走火了 大胖一伸手就接住了子弹 这下给小黑击中坏了 他拉着大胖来到楼顶 想测试大胖能不能飞 但大胖听后却怂了 万一飞不起来可咋惹啊 我就摔死了 小黑说 子弹你都能接住 你飞不起来 你也不出去摔死呀 大胖听后觉得有道理 于是大胖一个助跑就冲了出去 地面被大胖砸出了一个大坑 看来大胖真的不会飞 但接下来大胖却解锁了另一项技能 损失的大胖还不知道 自己的妻子也同样获得了超能力 她是一个比闪电侠还快的女人 上班从不开车 只要她奔跑起来 所有她看到的一切犹如静止的画面 衣服上的丝带碰到汽车的后视镜瞬间破碎 等她停下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跑出了城区 这带什么鸭血区送外卖一个月薪水 至少得五万吧 她叫小美 是个植物学家 第二天就向闺蜜展示了她的神龙 见首不见尾的速度 接着两个人便来到了体育场 闺蜜准备测试小美到了 能跑得快 没想到小美跑得一圈比一圈快 三圈下来测速以上的数值都报表了 而小美却说 自己还可以更快 如此快的速度增加了小美的新纯代谢 所以不管她摄入多少卡路里 依旧能保持苗条的身材 上班期间 刷一下回到家中 辅导一下儿子作业 再刷一下到公司 但这次 在刷的过程当中 小美由于看了一眼手机 没注意脚下的自行车 瞬间就摔了出去 如此快的速度摔掉不得了 惯性导致小美一路磁溜的干出来 837.22米才停下来 而她的后背也刺出了血 然而 大胖为了处理伤口时发现 小美的擦伤 居然在以极快的速度自动愈合 面对两个人 尤为明显的身体变化 小美觉得应该是几天前 和他们坠入那个湖泊有关 就是小美 咯的一下冲过了一片沙漠 她就前往那个湖泊 取一些湖水样本回来 但经过化验 湖水就是普通的湖水 然而小美的血液经过化验 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异 那么大胖的血液 毫无疑问也变异 那么他们的一双儿女呢 是的 此刻儿子的超能力 正在渐渐苏醒 课堂上 小杰看着黑板上的数学公式 大脑立刻就浮现出 这道题的答案 从此 他像开挂一般 只要看到题目 瞬间就能解除答案 以至于他两次考试满分后 成功引起了老师对他的怀疑 老师觉得他的解题方式 太过超前 唯一的解释就是 考试作弊 然而接下来的橄榄球比赛 更让老师对小帅产生了怀疑 赛场上每个球员的脚下 都出现了标记 小杰准备抛出橄榄球时 理想的角度 立刻浮现在大脑中 按照指示抛出橄榄球 此时橄榄球在空中 划出完美的浮现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这个全场身材最小的 他居然能精准传球 这个时候教练对小杰 刚才的表现大为赞扬 但角落里的数学老师 却拨通了小杰父母的电话 面对小杰最近如此神速的进步 老师怀疑小杰一定是在吸毒 大胖听后很生气 但又没法暴露知识超能力 只能不断地给老师解释 但是老师不听他的解释 直接驾车离开了 这时老师突然被一辆车撞了 一根钢管刺进老师的身体里 小杰赶忙拨打了急救电话 医院里的医生 还需要制定手术方案 才能试试手术 小杰面对昏迷的老师 很是自责 就在这时 小杰的大脑术 浮现了一组特效 看着插入心脏的钢管 自动分离 小杰决定利用 自己的超级大脑救老师 他找来医学相关的书籍 学习手术知识 经过一个晚上的飞速学习 小杰成功制定出了手术方案 然后又说服妈妈一起去拯救老师 夜晚 爸爸再把医生推走了老师的病床 妈妈则是按照小杰的指示 用极快的手术 给老师实施手术 只用了几秒 手术就完成了 当医生来到手术室才发现 老师身体上的钢管已经不见了 引起一具脱离的危险 这部美剧叫《非凡家庭》 他们超能力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因为女儿此时的独心术 也渐渐正在苏醒